浩生,如果设定这些关键字 它会浮出的选项会有什么 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台 你带来了,STONIC 为什么在这些关键字 我也觉得好像普遍都有的情况之下 会只有它有呢 对,我刚刚想一想 这些关键字可能会落在各种车型上面 可是你要把它集合起来 好像真的只有STONIC 对,那其实STONIC这台车 从2019年上市的时候 当时是小型修理最竞争火烈的 那个时候出现 当时我觉得这台车 看起来都会感很好 而且有蛮漂亮的颜色 跟它的设计感 可是呢 重要是当时七十几万就可以拥有 就是进口车 那这几年来 除了小改款之外 新年式的编更 它越来越帅气 配备越来越丰富 然后成就人 我刚刚讲的各种关键 是集合在他的这台车上面 2021年是 2021年小改款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换上了 1.0升的48V的清油电引擎 搭配1.4的NA一起在卖 那后来发觉 1.0卖的比较好 这是小排量嘛 我最近更省啊 那既然我都有小排量 我就越省越好 这个小排量 但会不会不够力 开起来 其实开起来不会不够力 因为涡轮引擎就是 这低转速就蛮大的 最大的扭力出来 其实开起来比一般的NA还要轻松 因为一般的NA你需要等它 转速拉高了 你才有动力出来 是的 那1.0的turbo 非常适合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的 这样路况 超车也是游刃游券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新年式 2024的年式 GTLINE的外型 对 GTLINE的外型 其实是去年才开始新增的 那我们讲了 它的四眼式的LED的 Tiger EyeLine头灯 2020年式的时候 小改款的时候 都是比较近期的 对 都是比较近期的配备 而且它除了有4.4的LED之外 远镜头灯也有 自动切换功能 那GTLINE的车型 最主要是它的整个保感设计 看起来更运动化了 那加上它左右两边的 这个类似进气口 亮黑色的材质之外 中央最主要的这个特征 就是三个黑色的进气口 它不一定是黑色 它可能各种颜色去做搭配 今天这个颜色好亮 对 车色的选择 小车真的就是很鲜艳的 或是对比色 我觉得在他们身上 都可以体现出那种 很青春很活泼 对 比较有个性化的料饰 有朝气的感觉出来 尤其我今天这台车色是 2024年新的颜色 叫做动静蓝 那除了动静蓝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叫宇宙蓝 那另外还有白黑红 可以选择 所以看起来就是一个 很年轻化的车款 是 可是除了年轻化 年轻人喜欢之外 我认为它在小家庭的族群里面 它也非常受欢迎 因为它除了 它的整个车格的设定 年轻 可是呢 它在整个空间的应用上 你觉得它的空间是还不错的 是还不错的 因为它毕竟是一台CUV 所以CUV它在垂直的车身高度上面 它会比一般的小车来得更好 那我们来讲 以前我们年轻人 第一台车 一定是选先北车 对 可是现在有人要问年轻人 第一台车选什么 他们选项一定是CUV 真的 对 为什么 因为它年轻 可是呢 又同时又有空间感 不会太局促 然后自我风格也可以比较强烈一点 对 那我说到它的整个车 车侧的造型 最显眼就是它这个 车顶架 这个车顶架它是一个悬浮式的设计 而且你刚才还故意在做一个跳色 对 跳色 然后悬浮式的设计之外 它在车身四周 一样有这种黑色的材质去做 户外的这种风格的搭配 就是反刮材质 那在GTL的车型上面 它有17寸的双色的切削轮圈 看起来是颇色的 比较帅一点 对 那重点就是安全性 也是它主打的重点 因为说实话 我们刚刚也讲安全性的时候 几位都不由耳童提到的是 就包括了你本身车体的刚性是很重要 而且因为这个是你在看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的 对 规格 我们讲所谓的刚性是什么 刚性就是讲抗扭曲性 那抗扭曲性就是我们在过弯的时候 车子物理现象一定会有一种 惯性的扭曲 对 那如果你刚性不好 车身你会觉得 扭曲感 刚性好 它就是一个一体性的设计 所以这一次Stanik 它的车身 它也标榜 51%采用的是ASH的高钢性钢材 对 那去打造它的整个 最强的一个车身钢性之外 它在六聚气囊 Level 2 这些东西通通都给你 都有 对 所以主被动的安全 就我们刚刚要的筛选条件 它都吻合 对 其实它都符合这些安全性的条件 大家的需求 那我讲它的空间 看一下后座 对 看一下它后座 它的座椅本身也是采取这种 有设计感的元素 它这个座椅 前面跟后面都一样 就是Tiger Nose的这一个花纹 它这个纹路 有点像是加热线圈 其实 对 我其实也想到了 那个线圈 对 好像线圈一样 但是它是Tiger Nose 呼应车前面的那个水箱灶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空间 其实你跟以前的 小的仙背车比起来 你看就觉得 它大很多 我甚至成人坐进去 这不会是问题 膝盖可能刚刚好 可是你不会去 有任何委屈感 重点是头部 也会保留大概一个卷口的空间 然后后座也有充电口 对 也有充电口 那所以这个对于 家里有两个小小孩 或者是学龄前的小朋友来讲 都非常的够用 其实我觉得CUV 当然我们一般好像都觉得说 年轻人或是小家庭很适用 我其实觉得 就是如果孩子已经慢慢离巢了 然后你又回到一个人用车 两个人用车比较多的时候 这样的小车它有很大的方便性 就是你把这个适用 而且你选这样的车 又有回到比较年轻感觉的那种样子 对 即使是 我只是带不用 我还是要有点帅气的感觉 对 都是可以的 那我说到它的车尾车尾它一样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我们讲的 对 ECO HYBRID 就是48V的这个轻油垫 那这个车尾整体的形象就是左右两边的LED的导光条的尾灯 加上它的最新logo之中在前面 其实也是蛮好看 那重点就是GT-LINE的整体的保感 它有一个类似一个分流器 加上左右两边的排气尾饰管 看起来更年轻化 那我打开它的后车尾箱 它应该以它的价位 我们就不要说一定要电动尾门 而且太难了 对 这个电动尾门就不要太强求 但是我们看到它后面的空间平整度还不错 它基本拥有352公升的容积 其实这样子的整体的容积 你在采买的东西 采买的时候或者是放一些比较大的物品 它还是够用的 如果真的不够就搭配座椅青岛吧 对 所以青岛它有一千155公升的容积 是 对 而且平整度也不会太差 嗯 对 那重点是我们打开这个底板 它的48V的电池摆在这个位置 那旁边当然还有额外的空间 那我觉得是不太适合做其他的利用 对 那重点是这颗电池能够带给你19.9公里的 这样一个平均的油耗的表现 所以我刚刚纵观他讲这个低碎金 低油耗 然后低扭力 低转速大扭力这些特色 我觉得他真的是 在80万左右价位内 蛮好的选择 很不错的 我们自己去称 好 浩森 是 80万机具 我们先看Stonic 你刚刚已经称赛说外型啊 引擎啊各方面也其实蛮有优势 还有一些配备 特别现在因为刚好冬天 对 我觉得 哎 这个价位配这个配备还蛮不错的 对啊 你从来没有想过说 8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车款 你会配置到加热座椅 嗯 跟加热方向盘 这个是Stonic在2020年是全新的这个配备的夹质 而且他是不夹夹的 太好了 在中高阶是不夹夹 好 标准配备 那所以我们要讲加热座椅 虽然很少用到 可是你在寒流的时候 你在合欢山的时候 你按下去的时候 我冬天其实就会用 对 其实我们在外面试测的时候也会用 因为我在外面 哇 风吹雨淋 然后这么冷 一进来 如果有这种暖暖的 方向盘也暖暖的 嗯 手心暖 整个身体就暖了 暖了 那另外呢 在他的这个座椅的包覆性 我要特别强调 他就是欧系车的这个具有支撑性 可是又带有舒适性的一个质量 可以感觉得出来 对 左右两边的这个侧翼 你觉得包覆的还不错 还不错 而且他适合各种体型 他不会说包的特别紧 所以你各种体型 你都可以去试 试用这样子一个座椅的设定 那整体来说 我刚刚讲的六气囊 还有他的Level 2 还有你在纵观他的内装的质感跟配备 包含 你也有看到他有这个恒温空调 Keyless 等等 都有 都有了 好的 所以八十几万的价位以内 其实 我 我特别觉得你刚刚形容这些加上去的配备 又不加价 他就是个小暖男了 对 好不好 他就是韓系的暖男 可以可以好不好 他值得真的 那我去思考一下这台车 是不是适合你 你这样子的使用的需求 好的 地球王机械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 Toyota的全球 这个是树立桥 我们现在试驾了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7要选择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游门 地球王机械邀您一起上线